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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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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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精壮又精壮 又更精壮 要演电影 要做电影卡 所以心里非常 没有 谢谢 來了 又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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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是 却定你手过去吗 对 对 对 你坐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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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到我脚 我这边就翻你 阿天 纳豆 这对在演艺圈 最强的搞笑拍档 虽然个性南辕北辙 永远吵不停 不过却深得观众喜爱 今天来到家中拜访 可是特地准备了三样东西 想要唤起伟中哥 与他们之间的美好回忆 那现在揭开一下 来 解开一下 这到底是你们穿过的衣服 还是招魂番呢 马上就为您揭晓 3 2 1 请看 纳豆的谷味盘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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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打下来了 里面有东西吗 没有啦 有了 哇 这被誉为米其林一星级的小笼包与鸡汤 到底隐藏了纳豆与王伟中 过去什么样的秘密呢 我以前第一次跟伟中哥去认识的时候 是拍住左边住右边 是 那当时伟中哥是我们这个整个导演 因为每次我们演员吃便当吃便当都差不多那个样子 因为就是那几家而已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进到那个房间发觉 诶 伟中哥的午餐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他吃的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小笼包跟鸡汤 我想说 蛤 那个牌子鸡汤他想要把我听过很久 但都没吃过 然后后来伟中哥就吃一吃 你没有吃过 我从来没有吃过 因为你那时候还 我是学生 学生 大四大五而已 还是学生 他会吃那种路边摊 对那时候不可能 觉得一盘这么贵怎么可能吃 或者是12点以后退嫁下来的东西 我室友那时候真的会拿那种 你多少年前了 十 七 八九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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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没听到声音 不是 来来来来 你怎么 完了完了 他脚又重脏 你这样我不习惯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帮你好了 你是打真的 你打真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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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没 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他们俩不喝 果然就是不喝 对 对 当时我看到我中哥吃的那个午餐 然后我想说 怎么会有这个 然后我中哥那时候其实 他也没有想很多 他可能就吃剩了 他就说 中大豆你们拿去吃啊 什么我吃剩了 我这样子 我这种态度这样子啊 你真的是这样 你就是 真的仁慈了大哥 没有没有 可是那个时候我是感动的 OK 是 沉入几分钟 不 不要这样 那补一个补一个 哎呦 你看到 看到没有 真的 那边当时的味道是 我都在喂你耶 你真的很夸张耶 你当时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就是冷的 你叫他拿去加热是吧 你叫他拿去加热是吧 你叫他拿去加热 你叫他拿去加热 小龙巴 不是 不是 因为当时我东西只是吃完 只是吃完 然后就随口说说 你拿去吃啊 我就边吃那小龙巴 然后喝到那个汤 我说 这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然后原来是这样子的味道 然后我就觉得说 也不够就是这样 不是 是不是 我觉得你是真的假的 你是读士大夫中的 这家就跟你们那边走路 很近 走路才几步路啊 可是因为我们会先经过一些 什么什么馄饨店啊 或是什么什么汉堡王啊 我们就会把钱花光 不可能到那里去吃 对啊 说不是钱的问题 是小子懒的问题 你听他讲 那真的是钱的时候 真的是钱的问题 所以那次你感动 你感觉很多 我就觉得说 哎 原来说当导演 然后以后可以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那我觉得说那以后 做这一行可以慢慢努力这样子 嗯 原来是这个小笼 启发了你 对 就是韦中哥那时候就是 你以后写自传的时候 会写这一段吗 那小笼启发了你 我会我会 真是很伟大的创作 对 因为韦中哥真的是老淘吉了 我们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然后韦中哥都会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吃鸡腿便当啊 什么 我们觉得不错 但是韦中哥偏偏就是 他就会说 那个小赵 就是赵哥 赵哥 那个我要吃面啊 面 那个牛肉面 哪里都好 林东方也ok 然后那个赵哥就 是是是 然后就跑去买这样 我是从19岁 电视台开始买便当 吃便当 我吃了几十年的便当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 当然吃便当 你吃怕掉 对对对 是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 破案了 破案了 破案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一下加热还是可以吃的 那这个盒子应该是纳豆的 第二一个 这有故事啊 又是我的 这个小盒子里 有装载了纳豆 对韦中哥 什么样难以抹灭的记忆呢 这什么东西 这十一点以后用的 这不方便拿出来 对啊 谁用的 电池装好 这个是一个 干嘛 这什么 这什么 瓜 不是 你为什么自己拿自己的东西 他说 这什么 这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东西啊 这不是你的东西 跟他有什么意义 他有他有意义 这跟我有关系吗 这跟你关系大了 真的吗 我都忘了 是这个东西跟他有关系 还是这个声音跟他有关系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事件 我会送你这种棍状的电动物 没有这不是你送我的 这是製作单位买的 这个是因为那时候 类似对不对 不是他只是讲道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们演出左边 然后有一次韦中哥就跟我讲说什么 诶 纳豆啊 你那个头发很长啦 稍微剪一下 就是叫我去里头发 那时候我想说 可是我在说认真的 我其实不是还可以开玩笑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我在旁边 其实大家有人都在旁边 我就想说 我演纳豆这个角色 然后这角色有点痴痴呆呆的 我想说我剪了之后 我怕我剪完变得很利落 就会很帅 我就跟韦中哥说 对 我是很认真的 我说韦中哥 可是 我在看着镜子 然后韦中哥也在看镜子 我说韦中哥 我这样头发剪了之后 会变得太帅 会不太好啊 我是认真讲 然后韦中哥就这样 那个纳豆啊 你知道吗 你明明有到达可以 就我开玩笑的地步 他这样讲 能不能讲哦 但是现场大家都 有人笑吗 有一半的人是想要笑 另外一半人是傻了 对傻了 然后那时候 我这样默默的 哦 那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中 就有一个OS 我想说韦中哥 有一天我一定要 到可以跟你开玩笑的地步 哦 就我后来觉得其实好像也蛮难的 啥 欸 祝祖祝佑的时候 你们还记不记得纳豆 有 哦他好瘦那时候 也不瘦 还蛮瘦的啊 就只是有点小肉 那可以那么现微 听说他的这个混号 就是这个戏来的 对 他那个时候祝祖祝佑的时候 人给我介绍说 他演儿童剧场的 我一看他样子我就觉得不错 可是呢 纳豆那个时候不是那么胖 缺一点点东西 我就一直看到缺一点东西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 我说纳豆 我说你可不可以演一出戏 从头到尾都对演 演的都对的 斗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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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是这样 对他是这样演的 对我那时候就说 大家好是纳豆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韦中哥只是随口 他在现场才讲说 那你会不会是斗鸡眼 我说我会啊 然后一斗接下来两年半 都是斗鸡眼 可是听说他的名字 纳豆这个名字 也是拍住所住所来的 是不是 最下一个曲叫纳豆 是韦中哥曲 但为什么你会叫他纳豆 日本料理店啊 纳豆这个东西吃起来不好吃 可是 非常健康 结果后来我错了 他非常不健康 那很好吃 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阿天的神秘黑盒子 又藏着他与韦中哥 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 看看 哎呀 哦 这支表 这个是韦中哥送我的表 而且是名贵的表耶 他送的很好耶 对啊 为什么他只是送他小龙包 小龙包也是他 而且是冷掉的 而且是冷掉的 不是 不是 我们都没有不敬之夜 来 带到晚上有个看表 看时间 哈哈哈哈 哎 还蛮炫的 哎 你这可以耶 你这个 不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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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表是这个牌子里面的经典表 哦 非常经典的表 然后这个时候大概30岁的时候 第一次买比较贵的表的时候 哇 对 然后后来我就戴戴戴戴戴戴 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 可是这表我送给阿肯 为什么送给你 可不可以还给我 哈哈 不是不是 这个意义蛮重大的 我记得也是那时候 也是在拍《住主住友》的时候 嗯 然后已经拍好一阵子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天 他就 哎 阿肯啊 这个给你 就直接把这支表给我 然后 他就从他手上拔下来给你 对对对对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对 我对一个人到一个地步 我看他 还满 满 大家默契啊 感情还不错的时候 我通常都送小类包 送表是变亲人啦 是更好啦 不是 我觉得某些表 我没有带表的人 那我会 我会觉得他适合 像黑人我送过他的表 我会那样认为 就是说就是 因为我知道以前韦中哥 有送过几个艺人表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认证 这是一个认证 就好像你知道 那个意大利黑手党 有没有 就是你是不是one of us 这样 你是不是在那个circle裡面 就是用 他的方式 就是用给他自己的表 来认定说 你是不是他这个圈子 好像有点这样子 那听说我们阿肯是 一直攻击小慧姐 才获得演出的机会 有这件事吗 哪有这个事情 他的爸爸 是认识小慧姐的一个朋友 然后反正anyway 是他爸爸 介绍他来找我的 他一来之后 我一看他 那时候有个胡子 我说这位大叔年纪跟我小 对 对 一开始就怪怪的 我来坐下来 坐腿上好力 因为我演艺圈都要自知这套 就后来发现要看你 可是那时候说是 韦中哥把两位凑起来的 对 你第一天看到彼此的第一印象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还没先发现我 是我先发现他的 废话 不是 不是 你先看到我们 因为我一开始跟韦中哥那边 认识之后 韦中哥就有找那个 筑左边筑右边跟全面大门锅 当时的制作人 然后就说 他就这个小孩子去这两个节目看看 然后韦中哥那时候就跟我说 你要去看一下那个阿肯的表演 我只有可能会跟他有搭配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回家就是 那时候他已经在那个 大门锅演很多的单元 就是演旁边的那个 大门锅 对 单元 然后我就每天回家看他 然后我就越看越觉得说 这个人长得好奇怪 怎么 怎么突厌又厚唇 怎么 你是泰国人吗 就是 没有什么太多正面的想法 都自己想说这个人就是很奇怪 然后旁边为什么他 不准每次是上面的大哥在演戏 然后他旁边都是挤眉弄眼这样 你是不是演那个国台伴主 对 对 他就很多这样 他就想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然后后来第一次进那个 住左边住右边的棚的时候 我想说看到他本人了 结果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其实更害怕 因为他在那个寿司坝里面 拿了一个那个 生鱼片刀嘛 就在那边这样 脸又臭臭的 在那边看脚本 然后我现在 慢慢跺过去 我想说 那个你好我是谁谁 然后我们说我们之后要合作 可是所以第一次见面有点害怕 可是 其实一排戏之后我就觉得说 就知道他真的对戏剧很热爱 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很热爱表演 所以我们就 虽然这方面有和啦 只有这方面 只有这方面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一看 他连讲这方面都是骗人的 不是 因为我们一看 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蛮认真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看到我们两个对 演戏 演戏来讲 阿肯是真的很认真 然后纳多是真的 天生喜感 对 我看到他做一件事情 我想说这个人大概明天不会来 因为他 他第一天录影 做什么 他给我 带手机 进去 进去那个 我们那个寿司吧 我们有个吧台嘛 他拿一个手机 然后他把它 他我们在 我们在 萎台词 我们在彩排 他手机就摆在那边 然后他手机还有简讯会来 然后有电话会来 他就接电话 真的假的 然后传简讯 然后我们还在萎系哦 然后我想说这个人第一天来 他怎么敢这样做 相纳多就是君子 君子不改旗帜嘛 就到哪里都是一样 不是 对 其实 但是那时候我角色真的太小 因为整个剧本 其实我几乎没有台词 一个字 我想说那你们先认完 然后等下到我再说 那再解讯来我看一下 这样 对 他就是 反正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要我才不敢这样 然后他真的超紧张 那时候我手机在那边 他真的很又紧张又生气 我就在干嘛 对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怎么可以把手机 带到摄影棚里面来 就连很资深的演员 都不会这么做 所以你们这样说起来 你们的裂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第一天就开始 荷兰低帝国 那个围墙的裂缝 第一个 对 电影 没事就会回到那地方 对 那个时候就开始发芽 对 那都是我讲的 老天爷赏饭吃 我看两个人老天爷赏饭吃 就是观众 尤其台湾观众 就喜欢这样的脸 一个 就是胡瓜 一个就是Nado 对 他们两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因为你们那个角色 都是很小很边缘的角色 是不是每天自己都一些加油天主 夹在这个里面 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每次拿到本的时候打开 我都是抱着那种期待的心情 可是每次翻开就是 就是我的词都大概一两行而已 有一次你不是来跟我唱歌 你就是唱歌说你没有台词 还是干嘛之类的 是不是 我记忆中 我记忆中她是表面上没有枪架 心里是很多不服 就是 哪有 我到我记忆中 我没有 都不会啦 那都是一个大家都太适合 在这个圈子里 那都跟任何人都 跟任何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 对 这是真的 对 她这个套 除了我以外 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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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任何人 各种年龄的人 尤其这个女孩子 八十几岁到十几岁 她都能哈拉 其他几次带女朋友等等等等 她的形象 这样子也就好玩嘛 人家也不会真的 那个什么这样一个状态 她也OK 一开始被拍到这些时候 我真的觉得蛮痛苦 后来久了就觉得 我觉得好像 大家对我也没什么差别 就是大家对我还是蛮好 就习惯了 所以一开始你还有 是 一开始是真的 比如说今天拍到了 然后就她会跟你说 明天我们要登 然后我觉得晚上 就整晚睡不着 然后还跑去大概四点 就跑去便利商店 等说那个 什么时候出刊 然后报纸什么都到 然后到完就开始看 写得严不严重 或是写得怎么样 可是到现在真的就 麻木了 没有那么多感觉 油了啦 不是油了 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这样 你就是毁不掉我 不是这样 不是那意思 我看你多厉害 不是那意思 不是那意思 就觉得还要把他当娱乐 娱乐圈 我看你塞不塞雷啦 你不要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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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没有啦 就是就比较还好 我觉得这其实这件事情 我还蛮感谢韦中哥 因为韦中哥那时候就是 我被有阵子被爆了很多 之后 韦中哥有次找我去谈话 聊天 然后就说 纳豆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那我就说 还好啦 我自己讲我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就是 久了就真的 就算了这样 然后韦中哥就说 对啊 纳豆你这一辈子 你记得就是 你不要犯大错 那你小错可以不断的一直去犯 然后我就真的 一直不断的去犯小错 所以你把错推到尾都没有 听他们话啊 是叫他叫我这样子的啊 我快去瓦塞雷 不是他叫我这样子做的啊 你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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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对啊 今天我回到那个 荷兰的那个裂缝 那个时候受了很多 魔鬼般的训练嘛 是不是印象很深刻 都被骂些什么 一定 一定是在脑海里挥之不美 吃的你们都讲这个 好像人家所有观众 什么 台湾的内地的都会觉得 我我就是疯子 你是 不是不是 我是 要求有要求才会骂人 我就是疯子我暴君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有 Что�서言重吗 就那里不贴切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跟纳豆都觉得 你讲的很不贴切 有都是贴切 你们讲arive 有什么例子嘛 我也是录一个 就录一场戏 然后 我跟另外一位 就是《綜藝界》的大哥一起演 那那個《綜藝界》的大哥 你講出來幹嘛 那還不能講那個故事 你講沒關係啊 沒關係 賀一航反正讀劇本 我們每個人都背得很熟 我跟他讀滿 沒問題 沒問題 賀忠哥 賀忠哥 沒問題 沒問題 錄的時候 亂演 但是我那時候就好 我已經沒辦法了 我說好 你們所有的節奏 跟賀一航演的時候 我們就當作另外一種節奏 就自由發揮 沒有 那時候就是賀大哥他 因為他真的是比較注重即興 所以但是有一場戲是 只有我跟他兩個人 然後就是一場戲滿長的 然後他常常講... 然後就是他會把後面的台詞先講掉 然後我前面的都不能問啊 他已經把答案告訴我了 對 那我就不能問 然後就卡住 然後那時候我又菜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偉忠哥就在卡卡卡 阿堅你幹嘛 為什麼停 為什麼停啊 我說我那個因為 然後那個賀大哥就 好好好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再來一次就好了 我們再來一次就好了 我想說你還挑出來叫我 你挑出來叫我啊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陰天打孩子給鄰居看 對對對 就是你不能罵賀大哥 你怎麼好意思罵賀大哥呢 我就對他很兇 因為小弟無所謂 就罵他給賀一航看 那賀哥也看懂了 結果再來 懷事亂整 然後偉忠哥還會就是說 譬如說他 他對男生會很嚴厲 但是對女生 他因為他 他對女生真的是沒責 對 他沒有辦法對女生兇 這是他最 我覺得偉忠哥最大的照門 就是這樣 然後他可能 這場戲可能大家演的不好 他全部都 小弟你在幹什麼 演什麼東西啊 納豆 250 怎麼那麼矮呢 鏡頭拍不到你 什麼東西啊 阿天 眼睛那麼粗幹嘛 儀佩 你不錯 來 我去弄吧 對 對 那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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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麼明顯嗎 沒有啦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的時候 沒有假爆啦 不是真的 對 我都不會 我都不會有時候半開玩笑這樣做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很好笑 對 就是化妝的時候 然後台湯就走過來這樣 啊 納豆 化完妝跟我長得蠻像的嘛 啊 明天就賣牛肉麵啊 就走了 你不要 不要 表演得不錯嘛 對 偉忠哥又把兩位介紹到 全民最大黨裡面去服務 去之前是不是聽說了 裡面很多的傳聞 你們就是一個 那個就是一個 惡人骨 惡人骨 而且是我們這些大哥自己講的 對啊 就是說那個地方就是惡人骨 電視圈讓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惡人骨 兩位奇葩 究竟是怎麼樣爬出來的呢 尤其是以前的悶鍋 其實剛進去 不可能直接讓你上場 而且 我們剛剛說就是那個惡人骨 你進去 你看到所有裡面的那些大哥 大姐 然後 每一個就在啪啪啪啪 然後一集直播就覺得 刀光劍 這樣 然後就坐在那邊 你一定會殺眼 一下就過了 一下就過了 然後你就覺得 他們看起來很快樂 可是每一個都很厲害 然後每一個用 真的就是招式不一樣 然後而且有些時候 比如說你牽引的話 這個大哥 會跟你交不一樣 那個大哥會跟你講 就是你聽到的訊息是不一樣 有時候會多頭馬車 對 那就說 欸 到底哪樣也是 多頭馬車 就會造成什麼 就會造成五馬分屍 就很可怕 對 然後一開始去的時候 的確是不能上場 所以 那時候偉忠哥一直是說 叫我去那個節目 然後先去吃便當 就是每天去 去那邊 然後就有個便當 就看 然後看了三個月 然後就三個月 就每天在那邊吃便當 然後每天看他們演這樣子 然後後來看了三個月 才敢上去第一個角色 那第一個角色是那個 蔡啟芳的角色 很緊張 然後就很爛 然後就 後來那個製作人就安慰我 我說還沒事還沒事 新人都這樣 第一次都很爛 多幾次就好 然後第二次上去 又很爛 然後我又下來 我說我是不是很爛 他說 對啊 你真的爛透了 但是就是 可是這樣爛了大概 大概八次之後 慢慢才會 剛好演到什麼東西 然後有點細心跑出來這樣子 可是天哥剛進大檔的時候 都是跟台哥一起演那個 國台辦那個 然後你聽說 被台哥嫌到不行是不是 他就是 就是 那個時候 因為 我們一開始也沒什麼台詞 然後他就叫我站在旁邊 然後 後來 他本來看到我們 扮女裝的時候 他很嫌惡 髒死了 走開 怎麼搞的呢你這樣 然後 但是後來 我後來的解讀是 他可能有點喜歡我 但是他不敢承認 所以他才用這種方式就是 你知道嗎 叫我離開這樣 怎麼會這樣想 怎麼會有這種誤解呢 因為他摸到屁 沒有 沒有 我看一下 沒有 就是他 就是他對我就蠻嚴厲的 然後他後來他會跟我一起看播出 小台的方式 普通人也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沒有惡意 他就是用最Tough的方法 對 他就直接會在 那個時候我 而且那時候我比納豆早 所以說 那個環境是 我是第一個跟他們年齡有相差 而且我沒有跟到他們前面這個 以前的表演 我是第一個 就是新的人進來 所以我覺得 我是被他們全部用大炮在轟 就全部人就針對我一個 因為只有我一個菜鳥 其他全部都大哥 然後 他們大概也等很久了 想說怎麼還沒一個人來 你這天等多久了嗎 然後那時候我就那個姿態進去 然後 邰哥就會 就看著 然後當然全部人面 導播什麼都在 然後就會罵 就說 只要一跳 我就是鏡頭上面 又有我 他說你看又來 幾眉弄眼 多了 多了 這又多了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這叫化蛇天竹 你 你 你那個腳慢慢長出來 然後越長越多 最後就變一隻蜈蜈 蜈蜈 就你這樣子 其他人就是 就也都不講話 中間都沒有和事了好嗎 沒有沒有 就說算了算了 馬上要開始下一段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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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有人來和事 就大家看 那郭哥和事 郭哥 郭哥不太少出手啦 你都是被罵完之後 郭哥就這樣 邰哥如果太嚴格的時候 郭哥會出來挑 雙魚座 對對對 那郭哥 郭哥你知道 郭哥演出的 演員個性 演的是很棒 那講道理 講不清楚 雙魚座 就這個那個 我就想 好 沒事 好 他也不是有意的 還真的 聽不懂 郭哥是 到最後最後 最後 他會跳出來 嗯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怎樣 可是聽說化妝是更是 槍林彈雨 就是他 你 你進去的話 一開始我最記得是 孔哥有來找我 孔哥會說 欸 幹什麼啊 你就進來坐一下嘛 坐坐坐嘛 那你就想說 我才必要進去坐 因為裡面都大哥 那壓力超大的 然後你想說 我就躲在旁邊看就好了 怎樣 但那個時候 孔哥有來找我 他會不會是想要叫你進去 然後他有好戲可以看 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 因為你 你一進去 你一進去 然後你一坐以後 然後 然後那個大哥就會來了 就是說 啊 怎麼樣 哇 才來一天就敢坐啦 哇 那是不是啊 你再來半個月 就會坐到我頭上了呢 就這樣喔 就是他眼睛不看你喔 然後就開始講 他沒有惡 這個惡人骨的人沒有惡意 他是不是變成一種模式 好像就是個魔鬼訓練營 所以你們來了之後 大家就都要過這些關 對 一配有叫也也不叫 不會 大哥們對你們很好 女生後期就是晚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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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會他們對我們很好 對他太多了 你講得像他們兩個 講 你就不會那麼好 女生那個差 沒有 昨天台哥才在跟我講說 你看我們這裡的男生 又現在又來了兩個新人 他說 你看我們來這裡的男生 都是垃圾 都是都是沒有看到 都是要在地上爬著走的 但是女生就是可以坐在那邊 吃東西跟大哥聊天 所以大哥其實很疼女生 這個傳統 這個傳統也很有意思 但是就很好笑 對那個節目真的很好笑 因為你身在極重你久了以後 你就覺得真的嗎 就是他不然他就跟你講講說 哇 今天 阿堅表現得好像不錯喔 欸 那明天白雲不要來啦 就比下去出來 那我沒有這個意思 然後白雲就 啊 怎樣 欺負我 記不起來啊 我就記不起來嘛 然後就開始吵起來了 怎麼到 你就說你什麼事情都沒做 所以台哥就 台哥真的問這 就我在那邊 就是化妝的時候 然後台哥就走過來這樣 啊 納豆 化完之後跟我長得滿像的嘛 啊 明天就賣牛肉麵啊 就走了 啊 那我明天到底還沒給我來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 表演得不錯嘛 哇 你今天大概就是巔峰囉 明天開始不用來啦 因為你已經到巔峰了 你們兩個信念好像有點起來 應該要稍微打壓一下啦 我們老了 看到你對不對 那還得了啊 憲哥 納豆哥 對 而且台哥講話會一直改變 然後到後面就說 啊 憲哥 納豆啊 你們以後不管怎麼樣 你們開了這個新的節目之後 啊 那我就是要坐在旁邊坐輪椅上的時候 我就一擠二十萬 OK 沒問題吧 他就會這樣講 他就會 太好玩了 然後講這種 真的 如果 台哥 他們這些大哥如果做婆婆的話 一堆都是很爛的 對 以前做媳婦的時候 就是我帶他們的時候 帶給他們一些壓力 現在終於媳婦而成婆了 對對對 變本加厲的對不對 對對對 變本加厲的壞 就對你們這一代 不過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就是磨練嘛 對 就是一個傳統 你們兩個在講他們的壞話啊 他們有錄VCR 啊真的嗎 又來 又來講我們話 又來講你們兩個 這群二人谷大哥們 又會對兩位說出哪些 沒心沒肺的話呢 你們跟桃子跟李立仁一起吃飯對不對 桃子在李立仁面前 好 男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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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 我愛你 這是我的肺腑之眼 因為納豆 我好久沒有看到你 我好想念你喔 你看阿Kent 有時候還會回來 看看我們這些老傢伙 納豆哥 有空回來看看我們吧 對不起 你就看在以前 我帶著你們在小舞台一起演戲的時候 這樣教你們 然後讓你們成… 不是 不是 亂講話 我跟隨著納豆哥 你一起演全民最大黨的時候 看在這份交情 你是不是以後我沒工作的時候 你給我們這些老傢伙一口飯吃好不好 納豆哥 求求你給我機會了 因為你在我心目中是巨星 因為你紅了 已經翻臉不認人了 拜託給我一個機會 納豆哥 我愛你 這兩位都是滿有實力的 不管是說他們在表演上面 或在做功課上面的 當然我們不能夠免除了要講說 阿Kent真的比較認真一點 那納豆為什麼不認真呢 他的雜事太多了 當他要認真的時候呢 突然又會被其他的一些 好朋友呢 就把他帶出去外面 聽說他在外面也非常的海派 可是最大的一個拜託就是 阿Kent他給我一個最難忘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有玩FB嘛 所以我就發了一個結局 我說祝你生日快樂 沒想到他一大早就打票 跟我講說 鴻哥 我真的感動得快哭了 我覺得阿Kent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一個野獄圈的行進人員 納豆也很好啦 既然節目也那麼多對不對 還沒一個早去上 你要跟他試試看 今天很高興跟部長的人 來這裡討論阿Kent跟納豆 我們不是批判阿Kent跟納豆 對 我們不是批判啦 是在互動 好 這樣啦 來 你現在問我都幫你回答 請問兩位大哥第一次見到 阿Kent跟納豆對他們印象是什麼 把我們問傻了 沒有印象沒有印象 對 那第二位大哥 來來 兩位大哥跟阿Kent跟納豆相處過後 對這兩個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的意思是說 人與人之間都是有情感的交流 那條無形的線 那感覺這條線好像在他們兩個中間 並沒有明顯的顯現出來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是虛線 做虛的 那這兩位大哥阿 對他們在大堂的模仿跟演技下 很簡單的平衡和心 一個是很有想法的來演出 另外一個是每天吃飽就來等著演出 就這樣 就是說一個是要 一個是要吃 就是這樣 對 一個賺錢一個賺錢 這樣 一個吃到尾巴巴巴 一個這樣 臉到這樣去不不 對 天豆對你們做過比較貼心的舉動 貼心的舉動 就是這集的訪問他們的錢 有可能交給我們嗎 這樣 就是貼心的舉動 好好笑 好好笑 好感人 這是 我告訴你別看一下 這是感情 感情感情 這是感情 這是累積很多的 一個有一點 有一點點傳統 有一點點有趣的東西 互相吃過苦 一起受過難 一起領過獎 我這個感情 這是一個傳承 因為這群人其實我們比家人 還要常見面跟一起吃晚餐 我們是每天都 一起吃便當的一群人 兩位奇葩在歷經二人谷種種磨難後 竟又遇上主持一姐 而他們又會是如何膽戰心驚的 隨時在旁呢 所以我們兩個已經合作了 住左邊住右邊 然後燜鍋 然後摩托車收集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一天到晚都見面 然後我們兩個默契真的已經很好 所以突然想說 要搭一個桃子姐 然後她感覺她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所以她是多餘的 我說我們怎麼跟她搭 因為她這樣想 不是啦 她這麼厲害 那我們怎麼跟她搭 結果後來 可是見到她第一次變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出乎意料的親戚 就是在那個化妝間 就開始跟我們聊很多天 然後她很 因為桃姐是一個 很樂於分享她 她想法 跟她生活 周遭發生的事情 然後她會找我們兩個去吃飯 然後去什麼 然後就一直跟我們聊天 然後知道我們兩個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就變得 就變得 就變得很 那個交流就很多 所以我們才後來才合作 你有沒有請過桃姐吃飯 有啦我們都有 我們是幾個都有吃過 哇這個菜 哇塞 你們有沒有想過現在大黨的那些 就是大哥 對 我買東西給他們吃過什麼 只是說他們一直說 要請一個一拐怎麼樣 不是不是因為桃姐是這樣 因為她就常 就是跟李仁哥帶小朋友這樣 然後是一個家庭的感覺 然後她就會找家庭聚會 家庭聚會 然後就會找我們去 所以說這方面的互動 有時候比較多 對桃姐比較會 其實她其實在約是她約我們的 你們跟桃子 跟李立仁一起吃飯對不對 桃子在李立仁面前 完全是小女人 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家庭聚會 對 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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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公 啊老公 啊老公我不會 對 然後我們第一次吃飯 我想說 我們剛剛綜藝的大姐 她在我們面前做好噁心的事情 好酷喔 對 阿K那豆走工後 鍵受廠商喜愛 現在就來分享 兩人第一次的廣告代言 我們兩個第一次代言 是那個冷氣啊 冷氣 喔 對 孫寶冷氣 殺菌光那個 對 我們有一個塵蠻跟細菌的人 我是塵蠻跟細菌 然後 對 後來我還要想 我前一陣子還要想起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舞台具掛的 所以我們常常都有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我們不會去計較形象還是什麼 對 我還記得有一個鏡頭有沒有 就是 就是他的鏡頭 然後他好像突然被嚇到 還是怎麼樣的一個鏡頭 但是他拍了幾次好像導演 導演就是 因為那個 導演不滿意 因為那個環境很怪 就是你很多燈啊什麼等等 我們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他有 他一開始就幾次導演不是很滿意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幫他才行這樣 然後我就走在旁邊 我來幫他 導演你就喊五四三個就好了 然後 然後我就開始突然大罵髒話 就髒話 就是 三字經 五字經 六字經 大罵 然後我 我那時候只是想要說 要把他的那個 情緒 帶到那邊去 然後要把那個感覺到位 然後那個最重要嘛 那你反正剪接回來 然後進去廣告裡面就會很漂亮 那個氣氛有到 但是 那個現場是有 就是廠商啊 然後 你知道嗎 對 很多 很多現場的工作人員 全部通通都在 然後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是不可思議 他 就 你記得吧 我當然記得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 當時我是被吊在 吊鋼絲 我是穿這個 那個塵蠻裝 然後我吊在鋼絲上 吊很高 吊在半空中這樣 然後我只演不出那個驚訝的表情 我大概覺得有點累了 因為一直吊著 其實很不舒服 對不舒服 所以我的表情一直有點帶痛苦 那導演希望我是一種害怕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 他就 因為像這種方式 其實真的就是在劇場裡面才會出現 就是當另外一個 譬如說導演或誰會來這樣激你的時候 殺吧 殺一下 是殺一下 但那個東西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被嚇到的時 我是很感動的 就是 因為真的就這樣講 我們這不可思議 這麼多的那麼多其他人 然後你怎麼突然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 其實那時候就很感謝他 有幫我們把那個情緒有帶出來這樣 那扣分是扣到我身上 哈哈哈哈哈哈 那還可以幫我找到 我們找一個超級愛罵唱話的人來拍廣告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看一下這個經典的廣告 這家人總是要換新冷氣了 聽說是深飽冷氣 還很會變平 而且安靜又省電 所以剛那表情就是 就像那個轉動 我一直坐著有點被吊到有點痛 表情就不是很驚心 兩個合拍了多少個廣告 好多 現在後來就不合了 這次維他命C就是自己拍 沒有那個部分本來就我自己 之前就有 那家公司就有找我 他們已經合作很多 P先生那個時候 就沒有跟納豆 納豆也有啊 聽說是你建議廠商的 你建議廠商只找你一個 沒有嘛人家預算有限 他太貴啊 OK 他有拍那個什麼 冬瓜水 西瓜汁冬瓜水 那是一個天然水 不好意思 主持廣告表現亮眼的兩人 開始從小螢幕跨足大螢幕 當起了電影的心 電影其實你 所以那都先演的吧 我好像比Ken還少演 我演電影的關係 是因為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然後我的學長是代理人 然後他導了一部就是劇情短片 當時還得到那個百萬首獎 然後我角色 我彈的時候一個字就是 這個字 就抽到只有一個髒話這樣 但是我出現很多次 然後我就偷了一張錢包之後 然後每次出現他就揍我一下 就這樣子 偷竊 我第一次演電影 罵髒話 那根本不用演啊 對不是啦 那個角色是不是啦 那個角色 偷了 然後馬雜的話 然後就是因為演的那個電影中 那我是導演 我也不可能也沒有第二人選啊 對就是他 那本來就是演的這個角色 不過他們兩個的可塑性還是蠻大 像阿Ken 演那個 皮子英雄的英雄 我用心 雖然剪掉很多 我已經幫你處理過這個問題 是 可是他真的看著眼神各個方面的認真 是到一個地點 對 剛剛說最後馬床 殺了那場其實很妙 表面在看起來 是他 我覺得 KEN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一個人 因為那部戲 他花很多力氣 他那個笑裡面是有點 就是說何必呢 何必呢 人生幹嘛這樣呢 不是不是不是 你白癡了吧 這個是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人個性不同 就會做不一樣的事情 像叫我去做他那件事情 我就永遠一輩子都做不到 等等我有些事情 他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但那個事情他不好 你沒有什麼是我做不到的 喝酒我一定輸你 酒量你輸了吧 酒量一定輸 是不是 看命令各個知數輸你 誰看命令各個知數輸你 你幹嘛講 他很認真 反正他很認真 我是稱讚你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已經打得我的稱讚了 對不起 沒有啦 反正就是他那個 現在很認真拍啦 所以但我剛剛說最後馬床 殺了那場其實很妙 就是說 他 那個表面在看起來 他把我殺掉對不對 但是他殺我的瞬間 我心中超爽的 因為他一殺我 我想說 我邊嘴邊講 他說 對 對 他超那個 後來 後來 沒有沒有你釀的時候 後來蔡導有講啊 你有發現嗎 有好像有 他然後就說 對 就是你死得也太開心了吧 怎麼在笑 因為那個戲 我們真的拍得很辛苦 你知道我們拍 我們都花了 他花更多啦 但我們其實像我 我戲總共走六場戲而已 但是我下去高雄 已經下了十二次了 就是常常下去 然後到現場去發覺 可能風雨啊 或什麼原因就沒辦法拍 或是大家到海邊 到碼頭去 配合的人要很多 對 然後一大批人馬 開閘到碼頭去 然後民間外面就風雨 可是那個菜島 他一個人跳上的小漁船 然後就出海去 然後我們大家就在那個 岸邊等了這樣四個小時之後 他回來就說 嗯 風雨真的很大 今天不能拍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要注意我 去看海獎 對 他不相信 他覺得說過去以後 是不是過了 你知道嗎 他可能開了兩個鐘頭以後 他可能就那邊弄了 狀況非常好 那邊是可以拍的 我們要殺菌 對 他要非常執著 很認真 那一回來發覺就不行 所以我常常發覺 我說這些都花好多時間 好苦喔 所以他殺我 那時候我才想說 我終於解脫了 可是我們一心想要當電影的男主角 是不是有這個事情 沒有沒有 那時候是 有一次是我去那個 有一次是跟偉忠哥聊天 是 然後偉忠哥 偉忠哥那天 他 試一下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就會講他自己 就是 心裡面很多想法這樣 然後 或者是他自己的 家裡面的事情 然後他說 他說 我還要幹嘛 你說我要幹嘛 我說 什麼叫你要幹嘛 你是 偉忠哥 你是這個公司的老闆 你就是老闆 他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什麼事情都做過了 你看看 電視劇也拍了 喜劇也做過了 電影也有 我那時候覺得說 哇 他的那個心情是很沉重的 因為他覺得說 這世界已經 能做的事情 我都做過了 對 總共沒有做好啊 有啦 有啦 做多了 然後後來他講完 然後我說偉忠哥 那我給你好個建議 你可以 就是出錢拍電影 然後找我演男主角 欸 欸 這提議不錯吧 對 給偉忠哥有點刺激嘛 是是是 然後偉忠哥就說 阿肯啊 你注意知道 你不做虧本的生意 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說啊 這怎麼會這樣 這一點我還蠻羨慕阿肯 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阿肯跟偉忠哥就敢 就是他們都真的會聊一些天 就是 就是聊比較有深度的事情 那你 偉忠哥跟我聊一些比較平淡的事情 他又不可能在聊妹 不是 沒有平淡 我跟阿肯聊天 阿肯可以坐這裡 我那個眼睛的瞳孔啊 可以這樣看著 就這樣很定的 我跟納豆講話 我就這樣 他這樣 就不安定嘛 對 講不到什麼嘛 對 他就一直好像他要 要站起來走 那你就不聊 對 對 他會這樣 他會給人家這樣的感覺 阿肯你知道嗎 納豆是我 所有的女孩子跟我講說 納豆很會聊天 就跟我們就聊不起來了 她很會聊 你沒有跟阿肯也很會聊 我們兩個以前出外景 我們車上可以講很久 那是因為我配合你 不是吧 我今天就講了嘛 我配合你啊 沒有啦 你納豆 但是所有女孩子 包括姨沛都講說 納豆很好聊天 我老婆也說納豆非常好玩 對 我跟你老婆也聊天 滿開心 我老婆是誰 小蕙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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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完全的放鬆 因為他根本沒在care 對啊 我就是坐電梯 碰到不認識鄰居說 要不要來我家聊天 然後我們就來我家聊天了 對 其實比較有一個刺 那實際上是妹才行 是妹吧 妹要完全就沒有 那你現在已經40歲耶 他真正在聊個聊天 是酒店的媽媽桑 不是 你不要用得到 不是 妹頭 是鄰居嘛 他真的對你的有一套 真的他就問我說 你跟阿根到底誰比較會把妹什麼 我說這問題其實有點無聊 因為我們兩個本來就是 會喜歡我們兩個女生 其實外型上或是個性上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對 然後就 可是有一次我們兩個一坐高鐵 然後我們坐高鐵坐一坐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 高鐵女生推車過來 長得很可愛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說 欸 我們來比賽一下 怎麼樣可以吸引到她的注意這樣 然後阿根 那我就 我就從我的背包拿出我的PSP 我想說 我這樣子 我想呈現我是一個 這個同性未民的 那個男人的感覺 然後阿根他就給我拿出一本原文書出來看 你知道 就英文的想說 對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看 然後我就看到他車子慢慢推過來之後 我想說好 現在我要先出手 我就說 那個不好意思 我想要 就我才真的要舉手 他舉手比我還快 他說 那個 而且你們手臂的長度啦 反正 他在搶先一步 我想說我想 營造一種孩子般的氣氛 然後他是想守這種成熟帥氣 可是他會先給我一刀喔 他會跟那個說 那個小姐 麻煩給我一杯咖啡 然後給這孩子一杯可樂 謝謝 然後我就沒了 我整個就沒了 我就變給他打電動的孩子了 可是我覺得正好 我們兩個生活中的很多小樂趣 其實 不過 你們說一下 小良 你們都算師兄弟了對不對 是 一配 你覺得他們三個誰就會把妹 你直覺的 你們是他們三個喔 納豆 還是納豆 就納豆把妹守到清來 而且他是妹不會拒絕的 我看他們三個 當然他會無害 女孩子跟他大概沒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距離 很快能夠交朋友 阿肯比較難 小良高手 真的 小良絕對是高手 對 扮演無辜的表情 但是 心狠手辣 他不會吧 真非常感謝阿肯 來到我們節目 感謝兩位 謝謝